孙二娘对张青是当面许亲 这就叫谋随自荐 而且说明自己身上还背着一条人命 张青一听张青跟孙二娘就说了 我还跟你说句实话 我呀也背一条人命 孙二娘一听扑斥一声就乐了 看来咱们俩是天生一对啊 怎么这么寸我背一条人命 你也背一条人命啊 你是怎么背的这人命 张青就说了 说我在直立恩州清河县 给人家当长工 管理菜园子 这个菜园子的东家是一个老头 这个老头在清河县呢可了不得 因为他外甥是恩州的团练使 正因为人家有这官亲 所以这个清河县周围的人 谁也不敢惹他 我呢给他当这个长工 最初他顾我的时候谈好了 一年管吃管喝管住 再给我多少钱 可是呢我给他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到头 这个老头突然间 他跟我说了 他说这一年呢 你给我干的还行 我这个菜呀 产量并不太高 你这个活干的不算出色 我已经是管吃管住 就一年了 这工钱就不给了 我已经就火了 我说我不能白干一年呢 我就跟这个老头啊 就抄着起来 我这一抄着起来 这个老头还了不得 把他们家的官亲抬出来了 就跟我说 你可知道 我外甥是恩州的团练使 我说你外甥是恩州的团练使 那没得讲理呀 你这玩意不讲理呀 老头我怎么不讲理呀 我就是不给你 你要再招要钱 别说我揍你 你说这老头有那么不讲理的吗 结果我们两个人越吵吵 这个话就越难听 这老头就跟我动了手了 老头跟我一动手 我拿手一扒了他 我怎么一推他 这老头让我一推光 倒了脑袋撞磨盘上了 其实啊 我推的劲并不大 这个老头那脑袋磕到磨盘上了 那磨盘倒是挺硬 这老头反正他长得也糟了 大概他脑袋也有病 这一磕当时就死了 这老头一死 我一看呐 人命一条啊 这怎么办 我就跑了 我就跑了之后 四海为家 到处安身 这藏藏那夺夺 最后我想起了 孟州 我这儿有门亲戚 我就跑到这儿来 到这儿 投情不欲 又到你这儿来 我还想找我的朋友 下一步跟你说句实话 还不知道往哪儿走 孙老娘一听 行了 到我这儿就算到了战了 就这样吧 那咱们两个都是苦命人 咱们两个还都背着人命爱 是不是 那咱们两个在一块过 那就最好了 咱们两个就谁也别说谁了 正好是天生一对 张庆就好 张庆同意了 孙老娘领着张庆 就来见自个儿的母亲 见了自个儿的母亲 就跟母亲说了 孙老娘啊 您不是要让我 给您找个门去吗 我找来了 就是她 您看这人怎么样 快点叫娘 孙老娘让张庆叫娘 张庆就叫了一声娘 老太太一看这张庆 戏高个明媚大眼的 比自己的女儿强多了 老太太高兴 面带笑容 好啊好啊 孩子是哪儿的 张庆简单地说自己的经历 可没说被人们干的那个事 跟老太太说完之后 老太太告诉张庆 上外边歇着去吧 这个意思让张庆先走啊 张庆明白 张庆先出去了 老太太就问孙老娘 孩儿啊 这女婿不错 一眼我就看上了 你们两个什么日子接亲呢 孙老娘说娘呢 那你忙什么呀 老太太说我着急 越快越好 是不是找一个人 你们马上就结婚 明儿怎么样 孙老娘一看这老太太急茬的 好吧 孙老娘听母亲的话 马上就现找没人 给说了说生辰八字 给喝了喝婚 就定明天就结婚 老太太 老太太为什么那么着急 一个是老太太呀 想到自己身体不行了 她要想活着 看到自己的女儿结婚 再一个呢 老太太一看张庆 这小伙子长得不错 不知什么原因 她看上我这丑姑娘了 夜长梦多呀 日子要是一多了 她再变了卦呢 她再不要我这女儿了呢 趁热打铁 马上就成 所以老太太明天就结婚 结果第二天 孙二娘跟张庆两个人 就结了婚了 这一结了婚 老太太高了心了 原以为这喜事一冲 老太太病情能渐轻 殊不知老太太 已经是病入膏肓 好不了了 过了五六天 老太太一命呜呼 身归纳尸 老太太死了 这是喜事完了 紧接着就办丧事 孙二娘跟张庆两口子 把老太太用光果成练 跟他爹埋到了一起 立了两个牌味 孙二娘 这心里不是滋味啊 孙二娘想 我们这一家子 本来挺好的 在桃林村过日子 结果弄了个家破人亡 是谁是我们这样的呢 就是官府中的人 如果要没有那个沁阳 宪令他儿子 把我的姐姐给强奸了 我姐姐要不死 我们家就不是这个结局啊 我姐姐死了 我爹爹被逼疯了 也死在监狱里头 我母亲的死 也与此事有关 不是我姐姐 我爹爹死了 我母亲 绝不能死得这么早 孙二娘 前思后想 恨官府中的人 这张青呢 别恨 为什么恨 说那个老头 他外甥要不是 恩州的团链使 他也不是有那么大的势力 他就不敢那么欺负我 他要不欺负我 我就不至于跟他打起来 也不至于最后背这条人命 说这两口子闲着没事啊 躺在床上议论 就恨这官府中的人 石子坡这个地方 可有些个陆林中的人 孙二娘跟张青两个人 又都会点武术 所以长老呢 这孙二娘跟张青 跟陆林中的人 就勾结在一起了 交了很多朋友 张青跟孙二娘和解 就这么老老实实的开店 赚不了大钱 另外也报不了仇 我们开店呢 得想法给我们家里 报仇学恨 孙二娘对官府中的这个恨 还没有解除掉 于是 孙二娘学会了做蒙汉药 就用这蒙汉药 投放在酒里边 迷这个过往客商 迷倒之后 就取他们身上的钱 孙二娘跟张青 在那就开了黑店 这张青呢 跟陆林中的人混到一起 张青获得一个外号 就菜园子 这孙二娘呢 别人开玩笑 管他叫母叶车 孙二娘一听 对了 我就叫母叶车 孙二娘自个承认 我爹叫山叶车 我叫母叶车 将来我们生了孩子 管他叫小叶车 我们家一窝叶车 我们这一窝叶车 就专门管世上不平之事 孙二娘跟张青两口子 在这开黑店 是专门截夺 过往客商的钱财 但是呢 他也杀人 说卖人肉包子 这个事也不假 孙二娘 这是跟他爹学的 孙二娘这个人肉包子 一般人 那个肉想做还做不了呢 专门杀官府中的人 只要是孙二娘认定了 你是官府中的人 你在这路过 想法用蒙汉药 帮你麻烦 然后 就多批卖弄 他也不是天天这么卖 偶尔的来一回 只要是官府中的人 孙二娘在这又是杀人的 还有三种人 可以随便过去 不用蒙汉药蒙你 哪三种人呢 第一种人 是和尚老道 孙二娘说呢 出家之人 他们呢 有的是信奉佛法 吃斋行善 有的人呢 是在人世上 愤世激俗 诸多的不平 在胸中郁闷 一跺脚 步入清门 很多是这样的 所以这样的人 我不杀 再一种人呢 就是歌女 异计 这样人不杀 比如卖唱的 包括说妓女 到时候来 苏二娘说 这样的女人 我不能杀她 女人逃生在人世之上 不如男人 这已经够悲惨的了 那么妓女 是女人中的最悲惨的人 他们脸上带着笑 心里流着泪呀 紧断其外 悲惨其中 不能杀这样的人 这是一个 再有一种的第三种人 就是冲军发配的 这罪犯 他不杀 因为他认为 冲军发配的 都是反抗朝廷的 反抗官府的人 他们反抗官府 被判的罪了 冲了军了 到我这 我不能杀她 那么今天 为什么对武松 他们三个人下了手呢 因为孙二娘 判断失误 他把武松 当了官了 把那两个 借差呀 当了随从 所以说 他下了手 孙二娘 今天跟武松 两人这一见面 一爆出自己的名字 孙二娘 外号母业者 武松一听 心中还想 这个女的可够泼辣的 啊 他称自己为母业者 这什么好名啊 武松一敲 这孙二娘手中 拿着两把刀 站在武松的面前 孙二娘说 我告诉你 大哥子 你要失去了 马上 倒背过手来 让我的伙计 把你绑上 要不然的话 奶奶这刀 可就给你来个几十刀 你这尸体可就零碎了 武松微微笑 如果你的刀 能捅到我的身上 我就佩服你武艺高强 来吧 他一说这个话 孙二娘往前 一纵身 唰就一刀 这一刀 奔着武松这么一招 武松往后一撤步 这一回身的功夫 武松就发现 他这个院子里边 旁边那个葡萄架底下 立着一根白了杆子 这个白了杆子 可能是他们练武用的 是一条棋梅棍 武松一看这条白了杆子 武松心想 这就是我的英手兵器 武松一撤步 这白了杆子就抄起来 手中一拿 来吧 孙二娘又往前一进步 双刀奔着武松的软肋就来了 武松往后一撤步 拿着杆子一打 横立草 两人打在了一起 孙二娘 这两把短刀 那可不白得呀 步步进地 武松把他这白了 两人打着 武松往后退 为什么退呀 武松想找一个机会 得把孙二娘迎后 他假装往后败 孙二娘以为武松啊 体力不支 或者功夫不到 孙二娘是节节进逼 武松拿着白了杆子 突然间一脱这杆子 他往后一撤步 孙二娘往前一跟 武松一挥身 这一下子 龙头盖顶就砸起来 这一砸起来 孙二娘多闪得略起十万 这一杆子真打到肩膀子去 这一打到肩膀子上 孙二娘就觉得 这一杆子下的力气可太大了 孙二娘体格健壮 他也说 打一棍子那不在乎 今天这下子打上 他觉得特别疼 这一块都砸麻了 孙二娘这只胳膊 可就有点不太好使了 他这不太好使 武松这掰了杆子 可就来了劲了 像雨点一样 孙二娘这两把短刀 毕竟是短兵器 他那个白了杆子长啊 这轮起来一打 孙二娘这不行了 接接往下退了 孙二娘往后退 孙二娘退了退了 身背后不远处 就是墙了 要退到靠墙 他可就没地方走了 孙二娘刚一退到靠墙 那个地方 武松拿那掰了杆子上边一砸 哎 啪 往后一出 往前的密点 孙二娘拿刀往那盒的时候 武松往前一点 突然就化 往底一扫 孙二娘往前一蹦 武松这一杆子扫过去 孙二娘蹦起来之后 这腿往前一路还没怎么着地 凭空的时候 武松横腿 在半截腰上 把孙二娘就伸在一个踢横过来 孙二娘扑膝 就趴在地下了 他就一趴到地下 武松拿着个白的杆子 罩他那个脑子 啪就一出 孙二娘毕竟是手气眼快 往旁边一咕嚕 武松用这白的杆子 接着往下打 孙二娘这叫就地十八滚 滚得还真快 孙二娘正往前滚着 旁边站着两个伙计 一个三一四啊 这三四为什么不帮忙啊 三四知道 这孙二娘啊 有这么一脾气 凡属动手打仗的时候 不准他们俩帮忙 都是单打独斗 话又说回来了 开店开了这么长时间了 跟孙二娘动手的 没有一个能赢的 所以今天开始的时候 这三根四 俩人还合计呢 咱俩上不上 咱俩不能上了 咱一上 这女掌柜的要急了 骂咱们一顿怎么办呢 这女掌柜的还没输 是不是啊 看来说不定还能赢 基本到最后躺下了 在地上就咕噜了 这俩小子才合计 那咱俩得上吧 咱俩得上 俩人还合计上 这就是孙二娘 说话的工夫都没有了 就在地下咕噜 武松轮起这白的 正打 就听旁边有人喊一句 住手 这一喊住手 武松往旁边一抽身 把这白的杆子 手终于涮了 抬头一瞧 咬打后院的门外边 走进来两个人 头前那个是谁 正是蔡元的张青 张青今天不是不在家 正跟一个朋友 在这个后院外边 树林子里边 在那唠嗑呢 刚才有人爆 说是啊 咱们的女掌柜跟人打起来了 张青呢 没当回事 张青心想打吧 我知道 我那老婆比我能耐大 一般到这来的人 都不是我老婆的对手 我待会过去看看就行 跟这个朋友谈到的差不多了 两个人迈步 往这里边走 到禁院一瞧 呀哈 一瞧他老婆的 一来回之鬼 看武松举着白了 看他一去之抽打 所以张青喊这么一声 张青这一喊 武松撤步 一瞬着 杆子回头一瞧 武松不认识张青 张青身后边有一个人 一瞧武松 哎呦 这不是武渡头吗 武渡头 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武松一看 哎呦 是他 武松一看 寺朝青 武松 立民 武松倪 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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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